大家好,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用爱多美的奇亚籽 培植的就是水培和土培的奇亚籽 奇亚籽苗 看一下啊,这个是水培的 这个大概是五天左右的时间了 它可以再长个两三天就可以收割了 但是我觉得水培应该就是吃起来比较容易 因为好清洗嘛,上面没有土 然后你看我水培的这些也长得特别的好 它每一个籽都非常的饱满 感觉到就是长得非常的健康 看一下啊,我揪了两颗下来 它大概有这个一寸多长吧 那我今天收割呢,就是这样的一根给它拔出来 然后把它吃掉了 然后呢,这个盆,我准备了一个盆 我准备是再多种一些 再多种一些就是种到这个盆里 我想等它开花 因为奇亚籽的花是紫色的 非常漂亮 我想应该也挺好的 我今天就把它种下了 收割了奇亚子苗 不过那个土培收割的时候还是麻烦一点 因为它的苗太细了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水培 水培的话就收割的时候方便 这个奇亚籽的凉拌菜就做好了 我用了爱多美的这个牛油果油和它的薄盐酱油 这个薄盐酱油呢,它不是特别咸 稍微有淡淡的一点那个天然的那个豆酱的味道 味道特别好 它这个是酱油糕 然后呢,我就呛一点蒜 用这个油 热油呢,喷它一下 然后凉拌就很好吃了 看一下,很美味啊 这个一般这个奇亚籽 出来这个苗 咱们在市场肯定是买不到的 想吃的话只有自己做 只有呢,高级 特别高级的餐厅可能才会用这个奇亚籽苗来做一些菜的配菜